香港時間,你們看到的時候應該是4點多 這一節是說軍事 等一下,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決定 因為現在慈雲山那件事我想說 說真的,慈雲山,中電突然間電壓罩降的那件事是想說的 因為算上元朗上一次電壓大火的那件事就很不尋常 但是SANEC的動議也沒有說 Credit Suisse和UBS可能被瑞士政府逼著合併也沒有說 其實現在我是中途開會,中途偷時間錄影 因為我等下應該是有第二節會議 所以我今天沒有問的 所以整件事就變得很慘 結果我已經開始害怕了 但是也沒有辦法 我現在就先說這一宗MQ-9 因為這一宗什麼都要說的 新鮮滾熱壓 而且軍事的東西呢 我就覺得呢,就不要再給那些什麼軍武L那些 或者劉正那些人渣 Dominant那個論述 泛民這件事是很弱的 不少說軍事的東西 因為是少說的 而且通常華人說軍事的東西都會說非機大謊 那問題是這一宗就不是非機大謊 這一宗就... 我只能說就是... 我擺明不懷好意的 這一宗不用說的 你這樣玩法的話 是一定會亂出事的 我只能說 那件... 根據美軍的release video 美軍release video 究竟出現什麼樣子 都是這個... 我想我不用整條影片給你們看 很簡單 就是那個SU-27 那就是fly over the MQ-9 然後就release the gasoline and then... 那就是那些sensor 因為你給那些油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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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和尾巴 全全世界聽 放油 放油 我想 譬如你說 兜圈 你有飛機兜圈 放油不是一些 不use uncommon 的東西 你隔機拆蟲 你放油 你需要放油 你要兜圈 即是減蟲 你可能要在空中 如果我要空中放油 我不是說 我喜歡放就放 你要第一 飛機兜圈一定清晰了 飛機兜圈 飛機兜圈沒有其他 飛機兜圈 一般來說就是 飛機本身 你下面 如果你不是相隔 一個危險距離下面可以有東西 如果你要 放油 油 即是水 你放水 你不能 你不可以有任何東西 一定不行的 你不能有任何東西 有任何東西 你這些是二元物品來的 你還有什麼 你燃燒的 像是燃料 這些阿哥 雖然你是高空的位置 你只是燃料 這是第一 第二 所以 你 你 下面 你 你不知道是海 還是 是盟居 你不能夠 突然 污染環境 大佬 所以通常是 你需要 在衝突 在衝突 前 才會 批准你的 航空 批准你的 批准 在空 如果 我 大佬 你 你 你似乎是燃料 你似乎是油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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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航空火水 那些 你不能夠 所以你無故 你 你的航空 你是這樣放燃料 你是很清楚自己做的 你又不是 Emergency Landing Emergency Landing 你不會這樣放的 老實說 你和你的航空 當時的狀態 我亦都不像 Emergency Landing 所以 Russia 的 intention 是 very crystal clear 你以為 不專業就是 喂 老實說 你這麼近 第一 你不知道會不會撞 第一 你可能會碰撞 第二 你這樣放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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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架MQ-9 不是一個偵察用的MQ-9 那架是 Armed OK 它是 FIRE AUTHORITISATION OK 我猜 我猜 大盎子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是沒有一個 明確的通訊的話 就是沒有一個 AUTHORITISATION 美軍是不會主動 攻擊你的 而那架 應該 在International Airspace 那架 MQ-9 是 Unarmed 沒有武器 在身上 沒有 什麼導彈 那些 如果不然 一早 如果有導彈的話 就一回事 但是 就像是沒有導彈的 因為 它要一個 無害的 一個 空中逗留 好 好了 整件事的操作 是証明了一件事 俄羅斯的目的 正如我昨天所說 他說 他要保持 這個 MQ-9 然後 送 到中國 所以 俄羅斯說 我們有意 罵 那個 MQ-9 當然 當然 美國一定說 我的資料 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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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了 這個一定是 因為他作推 Self Destruction 命運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 一定是 destruct了自己 所謂的 那些 他一定會 destruct了 但是 為什麼 一些人說 不會自爆 自爆 這件事是很爭議性的 你這樣 你空中無故自爆 如果我空中無故自爆 你下面 發生什麼 你跌下來都是牙煙的 說實話 你跌下來都是牙煙的 但是你跌下來都是牙煙 也好 你的責任不在你 如果你弄個自爆裝置 然後 附近有什麼 民居 有什麼 碎片四散的 有什麼 東華頭褲頭銀身限的 大哥 你現在不在battlefield 你這樣玩自爆 你這樣危害 民航安全 又好 航東安全 地面安全 你這樣不行 大哥 你要記住 在空中的任何動作 你一定要顧慮地面的安全 這個是最基本原則 這個真的是怎樣 我不是pilot 我不是pilot 但是有任何最基本 最基本的 AIR上的 theory 的training的人都知道 就是 你任何東西 你一定要 on ground的safety 是first priority 我不要記住 你那家是MQ-9 還是其他東西 你現在又不是執行 這個人 這個人欲獲獎意粉 有沒有 你說要射射引起導彈 對付恐怖分子 當是人欲獲獎意粉 想搞碟 是不是 你不是 但是 你現在搞人欲獲獎意粉 這個任務 所以他不斷跌落 隔離都會散開 他不斷跌落 這麼高空跌落 隔離都會散開 所以他考慮就是 如果他無法自爆 然後附近有什麼碎片 你這樣如果是激傷人的話 有問題 不行的 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 你說為什麼 美國軍事務所說 他的做法是很不專業的 當然是不專業的 正常你都不應該這樣打 只是不敢打 你打了十萬八千個方法 你就不敢打 你這樣打 你瘋了 這個不行的 所以你說這次放油事件很清楚 就是想掌握MQ-9 然後就傳給 Xi Jinping 我覺得這件事是有很大機會的 但是呢 我覺得我這次 這些就是戰略上 戰略上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問題是中國人 俄羅 或者那些熱狗打超限戰的時候 永遠都不會這樣做 其實熱狗最喜歡打超限戰的 你看到的 是不是都怎樣 要弄壞了那些 online company 的規矩 就是 online company 又沒有人 或者他裡面有些人已經被老共滲透 在那裡放水 這些東西 我看得多 每次都是 有些東西就是瘀的 有些熱狗 那些熱狗 不知道為什麼有辦法 他會復活的 但是通常我後面 我再問他 誰決定誰做的 上頭肯定是香港員工做 中國籍員工做的 就像陳樹那樣做的 一定是 但是你說這件事 有後果 我可以說是有後果 我為什麼說有後果 我想這件事可以見到的是 中國那種如... 我只能夠... 如果你問我 我的看法就是愚蠢 這件事真的蠢 這件事真的蠢 為什麼我說蠢呢 這件事就是 中國人好 俄國人好 這件事蠢都加了 真的 你留意一件事 美軍一直以來 你要知道 黑海的通過原則 黑海有口罩過的 也是土耳其的大舵 但是這個是在土耳其 成鴨的時候 有一個國際公約 談這件事 叫做蒙特爾的公約 那你那個規則 通過規則是 我的船出不出得去啊 其他國家的武裝船 進不進去啊 土耳其基本上就會 如果你是相戦 個路個人無為你 軍隊的船 如果你在焦陷時刻 你無緣無故入去 這些黑海就沒有給 就算是NATAL MEMBER STATE 其實這個是NATAL MEMBER STATE 這個國際公約 是 perdu 때문에 大家是無妥你是在黑海拍大片 黑海不是第一次開大片的 大概 wood 已經開過他 但是 好了,這次你這樣玩 現在美軍有機會說 我要打撓這隻MQ-9 你不給他 美軍的艦艦可以 這次可以 有些叫做軍事演習 軍事演習你很清楚的位置 現在就是 因為美軍,我可以說 我要打撓這隻MQ-9 我要一隻沾特的船 進入達達爾海河 因為我要保護這隻MQ-9 因為這已經是敵意行動 Russia 現在是敵意行動 很清楚的 他還未宣戰 但是這是敵意的 這個行動是不應該發生的 土耳其不會不批 所以如果土耳其 approve 美國海軍的船 通過達達爾海河 你無緣無故 你在黑海南岸 你無緣無故有一堆美軍艦艦艦 坐在那裡 我的電子參賽都可以 而且你的艦艦一定是適合的 難道我是否無緣無故打撓他 你無緣無故打撓他 你無緣無故打撓他 你普京敢不敢無緣無故打撓他 這些手法 即是用人家的MQ-9 放油 這些監撓手法 這些擺明是矛招 擺明 這些矛招很清楚 即是他的矛招很清楚 他擺明就是 我又不是正式攻擊你 你說是不是意外 這件不是意外 但問題就是 他未去到一個 這種奧撓別人的船隻的做法 未去到一個會 他足以開戰的理由 OK 如果你說開戰 這件事就問的 這件事說真的 這件事還未行 你除非我 說了一隻MQ-9的殘骸 不知道我來做什麼 那就問一點 OK 但現在他不可以開戰的 隨便 不行的 我不可以因為這件事開戰 不行的 所以你說這件事 你說 對 這件事 他不可以開戰 美軍 就獲了一個 可以進入黑海的機會 那 這件事 我是不是輸了 那我告訴他 是 我這件事很愚蠢 就是這件事 第一件事 我覺得 我是很愚蠢的 就是有些東西 超限戰 你不是這樣打的 超限戰 有限 更何況 如果你熬不到一隻 殘骸的話 你就混蛋了 第二 現在美國就有理由 幫MQ-9 可以 可以 之前 你在國際 AIR SPADE 逗留 為什麼美國 他說 為什麼美國不對 怎麼對 大哥 你怎麼對 你在國際空域上面 在遊蕩的時候 你說 對 你有沒有Points 如果你沒有威脅的話 你沒有對 怎麼對 喂 對 正常一架 MQ-9 做這些行動 其實跟一架 民航機 沒有分別 在空中的Right Supposed 如果 沒有人會 對美國的 MQ-9 進行一個 第二的攻擊 OK 它在 它做什麼都可以 我為什麼要對 你要對 你要對 的話 你一定要有justification 否則 你這個 你只是搖交打 問題就是 我搖交打 現在就是 可以保護自己的安全 有人會對我的 無形機 就是一個 得意的行動 OK 我在國際空域上 一些legal的行動 我會有 得意的行動 那時候 美軍都可以對 美軍可以對 但是當然 你對之後 怎樣去 EURUS engagement 怎樣去做 就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 你無緣無故 你有一隻 對的無人機 就很惹事心 OK 你不知道 我會不會再出這招 但是 有可能就是 究竟 怎樣跟 接近 MQ-9的 Russian Aircraft engage 這個 無人機對有人機的時候 是不是要事先 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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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事先 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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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佈置自己的位置 這個不用說 但如果我事先安慰 那我聽不聽 如果我不聽 是不是開啟開啟 或者是 因為你知道MQ9可以戴武裝 那是不是宣佈說 可能是 我要動手 是不是 我要動手 是不是 這件事我覺得 大家要講得清清楚楚 對不對 如果你可能會動手的話 是不同的 你的Rule of Engagement是怎樣 這件事要講清楚說明白的 你的Rule of Engagement 是不是開啟 是不是用無線電頻道 控制無人機的那個人 真的跟我說 喂 警告你不能夠接近 你再接近我就怎樣 我就開啟你 但是你 你夠不夠快 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要知道 現階段來說 無人機 無人機 那個 那個 因為無人機 它以為了在上空制流下去 它用的引擎馬力 是 是在空中盆船用的 OK 不是跟你打機動的 OK 如果真的有噴射機來動你的話 你是不夠快的 螺旋掌機 你看到MQ9 MQ9不是噴射機 它的引擎有多大力 機動性有多強 剛才你和我這些 雖然是我的機規 但是如果你比起MQ9 和蘇可27 仍然是蘇可27 贏了 不用說 因為人家是噴射機 人家是噴射戰鬥機 那是不同的 它擁有的量 是不同的 它擁有的速度是 supreme 就是comparative comparative 這些事情 那 是不是要馬上走 還是 什麼 還是 走不了 如果它幾多距離外 它不聽警告 就 打擊它 但是那個可能是 Russian領空 那怎麼辦呢 這些事情 要談清楚 這些事情 至少美國 美國就是 外交渠道上 做了抗議 先 protest了 但是你說 你日後怎樣交借 是不是 就是怎樣 我看到我的機器 打開它 然後就 鎖定它 然後就 直接打開火 發射 空對空導彈 是不是 要這樣呢 這個 又可以 要談 因為如果這樣 你這樣 你這樣 很容易開戰 這個 你要謹慎 什麼 情況 因為以往 美國沒有人想過 你 我真的這麼瘋 你哪有想過 所以說 很容易開戰 現在是很容易 因為 你瘋太多 大哥 你怎麼不能玩這些 玩牛油 都這麼難死 以往 你說軍事那些 搞錯 哪有這麼不喪 這個世界的事情 但是 現在這些人就是這麼喪 普京都是這麼喪 有沒有好說 我最後一分鐘 我想說一件事 我一寫文 我就質疑那個法定貨幣 那個可能 我靠成的 HSBC 然後你見到劉政 就馬上出來維穩 跟你運輸 跟你黃少奇 在那裡 我覺得 這些 這是我來維穩的 友仔 很簡單 我建議各位 就是 舉報這些 這樣的項目 不用客氣 不要跟他們辯論 跟他們辯論 跟他們辯論 是沒有用的 這些你只有 簽名 舉報得多少 多少 簽名 如果你陳述不理 不要緊 我 其實我記錄下 每個 我記錄下 我就會 將整個東西 就交到書腳裡面 我看他什麼時候裁員 我都是說一句 有些人是不負責任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有人認識 Facebook的人 都跟我說 這個Josh Chang 是不是一個 cadable的員工呢 如果一個員工 被人公公在報紙 罵了幾億 那麽多次 如果大家都知道 他是五毛護行者的話 我覺得 其實這個人應該可以解僱 除非李 Zuckerberg 打算做中國生意 做賣國 你記住 現在方中 我是賣國的 賣美國 你是美國人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下一節 又慈雲山 又Sanit 那個有真問題要 我也不知道怎樣處理 我等一下再算